前段时间,张长宁正式宣布新赛季付出,将为江苏女排征战全国联赛。 不过与此同时,张长宁也透露因为自己的康复状态不是特别理想,将会缺席江苏女排第一阶段的常规赛,后续根据身体而定尽快争取付出。 在张长宁突然选择付出之后,外界争论不休,支持和质疑她的大友人在。 因为此前张长宁的老公吴贯熙曾经透露,他们俩准备备孕,官媒也曾报道张长宁已经接近退役退役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没有多少人会以为张长宁还会出来打比赛。 没有想到半年时间过后,张长宁却突然做如此大反转的决定,外界自然猜测纷纷,有球迷质疑张长宁在这个时刻选择付出,到底是不是为了捞名声? 是不是为了拿俱乐部的百万年薪以及商务代言? 可以说,对于张长宁而言,最近付出遭受到的争论是比较大的。 就在最近,在外界一片质疑声的情况下,官方媒体的报道终于给张长宁还了个公道。 想起当年张郎平对张长宁的一番评价,如今看来完全没有说错。 首先有一点客观事实,必须要说的是,在之前缺席中国女排比赛时,这两年的时间里面,张长宁确实一直以中国女排的国手出席各类商务活动,接了不少品牌代言。 这是有些球迷对他不满意的地方,认为张长宁一直没有宣布退役,却一直沾着中国女排的光,在接各种商业合作,这种做法无疑非常不合适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这一次张长宁突然宣布复出,才会遭到球迷的质疑。 不过据媒体报道,张长宁这一次复出,既不是为了拿所谓的高薪,也不是为了多拿代言,而只是纯粹出于球员的责任。 据了解,张长宁这两年,尽管没有复出打比赛,但他一直关注江苏女排以及中国女排的整体战况。 再看到江苏女排以及国家队的整体表现不如预期,急需他这位核心球员助力之后,张长宁做了一番思考,最终决定复出,助力俱乐部以及国家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恰恰就是这一份责任心,才驱使张长宁暂时放下家庭,宣布回归球场。 从这一点来看,张长宁无一值得敬佩,本身他已经拥有很好的收入衣食无忧,但是他没有选择退休,没有选择舒服的生活。 而是为了这份荣誉和责任毅然站出来,希望继续为江苏女排以及国家队去贡献一份力量,这种魄力不是随便一位运动员能够做到的。 当年,郎平评价张长宁曾就盛赞他非常有任性,不会轻易认输,而且是非常踏实,是愿意吃苦的一位球员。 现在来看,确实没有说错,张长宁就是不愿意认输,看到两个球队的成绩不理想,就想帮帮忙改变这一切。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,期待张长宁新的赛季满血复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